就要过年了光复乡长林清水今天上午特别赠送整箱的泡面来慰问警察消防以及社区的巡守队等团体 并发振了福袋祝福的同时也祈求春节假期大家都能够平安顺遂 农历过年的最后一天上班日 乡长林清水以及工作同仁忙着将车上泡面一箱又一箱的拿下车 赠送给坚守岗位的警消社区巡守队等单位团体 慰问并也祈求春节期间出勤平安顺遂 新年快乐春节平安 除此之外乡长林清水也亲自到乡内各机关社团文件站 以及传统市场发送过年不待祝福 乡亲民众也争相索取 寒暄问暖呼道恭喜 现场一片喜气洋洋 今年农历过年长达十天的假期 大家返乡团聚出游走村 不过仍有一群人默默牺牲付出 坚守岗位 乡长林清水也特别赠送泡面物资 慰问也给予最大的鼓励与祝福 春节期间官方希望感谢我们各个警销单位 所以我们送一点点心来给我们警销 一警一销新手队 谢谢他们对我们地方自安的维护 希望大家可以过个平平安安的春节 年节前细收到大家长慰问与鼓励 各警销单位民房一警销 以及巡守队等机关团体人员万分感谢也感到窩心 记得是玉兰光复采访报道